我是一個處女座 處女座就是我很多東西 我都是有計畫性的 然後我當時我想說 我9月4號 因為我怕我結婚今天是會忘記 所以我想說那我9月4號的時候 來登記好了 然後那時候剛好在等車 然後那時候是過年期間 就是一月多 差不多快過年一月多 然後我就在等車的時候 我就忍不住一個藏不住話的人 我就說 我說妳可以答應我生日禮物嗎 今年的生日禮物 他說幹嘛 我說我們去公正好不好 對 而且我們在樓下等車 然後我就借著一點酒意這樣 他就說不要 他說不要 然後我就說為什麼 他說為什麼要妳生日 我就說因為我怕會忘記 我說不然妳生日也可以 然後我在計程車上就一直擄小 他擄擄擄 然後後來他就 他就會這樣看著窗外 然後我也不講話 我就在想說我其實不講話是 我在想說怎麼辦 我要怎麼說服他 然後我就想說我老公 我老公是不是不開心這樣 然後他就悠悠的說出一句說 我覺得要算時間 就是結婚的日子要用算的 不要自己訂 對 就是有點小明信的概念 對 我本來接說還是相信我們 秘密老師結婚 他說小明信 沒有 小傳統 小傳統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好 OK 然後我們就找我朋友算 然後朋友就說2月9號 然後我說他已經1月多了 2月9號也太快了吧 後來就想說好吧沒關係 反正趕快這個男生這麼好 速戰速決 對 趕快把他鎖回身邊 就2月14 然後我們就去公正了這樣 可是妳女生妳第一次被 他說不要 被拒絕妳沒有立刻翻臉 沒有 因為我跟你講 我的個性就是屬於那種 比較樂觀的那一種 然後因為我老公他的個性 他本來就是 他是屬於比較像是那種 他比較不會講好聽話 就不是那種說 寶寶我覺得妳好正 寶寶我覺得妳好美 這種他不會這樣子 所以我知道他講不要的原因 可能是有點是在逗我 或者是怎麼樣 那我就覺得沒關係 反正妳說一次不要 我問三次妳總要了吧 那如果真的不要 那再來看 我就不給妳吃飯 對 那再來看怎麼辦 對 反正我就是一個不屈不饒 非常有毅力的人 是在那個席間 然後因為可能他朋友有提到說 他現在女朋友是熊熊 因為那時候我們還沒有 大正式的公開 然後他說 你女朋友是熊熊 是那個負面新聞很多的熊熊嗎 誰在嘴巴怎麼那麼賤 就是朋友的朋友 然後我老公就說 那個新聞有時候是亂寫 我老婆不是 我女朋友不是這樣的人 然後他就先離開了 然後他就跟我這樣講 然後其實我當下聽了 我很難受 因為我會覺得 男生一定都是愛面子 然後就像那個湯老師講的 就是可能有些男生 包容度沒有到女生那麼大 但是我老公就是一個 包容度超大 然後但是因為我很尊重 我老公我就跟他說 那妳會不會後悔和好 如果會的話 我不會怪妳 我覺得我們就是因為 我們還是可以就是 當朋友或是什麼的這樣 然後我老公就說不會 因為日子是我們在過的 而且我知道妳不是這樣子的人 把介苗他的範圍更大 那天 我記得是五個月到十個月 我忘記了 如果有錯不好意思 反正就是一個範圍更大 然後因為我要自己做決定 我就給他挑了一個 滿後期的 因為我覺得越後面 感覺好像越好 自己覺得 結果那天醫生 就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就說 妳小朋友七個月了 怎麼現在才來打 我就開始生氣了 太久了 我生氣什麼你知道嗎 我生氣 我做錯決定 為什麼我老公不告訴我 為什麼他不給我一些意見 因為他會不會也不知道 我覺得他也快瘋了 對啊 妳把自己逼瘋 也把老公逼傻了 允潔的老公 我呼籲你 他如果想不 就是心情不太好 不是這個啦 不是這個啦 拜託這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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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他出去玩 帶他出去玩 就是半小時都好 馬上就好 對 對 就這樣很棒 他今天帶你出去玩 他今天是帶小孩 就去玩 他說等一下會帶你出去玩 帶他出去玩 半小時都好 就是到樓下去 7個月一下也好 他就好了 真的 如果妳的末端呢 這個地方有分岔的 然後它的差點呢 就是一個分岔到十指的下面 一個分岔到十指跟中指的中間 都有什麼 主線越明顯的人 他這一輩子當中 他要什麼他很清楚 對 就像剛剛自己講 他自己的感情觀 他要這個人 他要什麼東西 他很清楚 然後萬一 經歷失敗了 他也不會後悔 因為他覺得說 反正就是我人生 我要扛的 他就是比較屬於 有gas型的